Hello大家好我是拉风流 由于这个赛季都没怎么跑自己的号 所以导致现在都还没有上传奇车绳 那么现在的话还差一分 咱们就来试试这个赛季末的传奇车绳 晋级赛强就是怎么样的 好那这局是遇到了洛杉矶 我这个号的话最好的腾空车就是极业优名了 所以这把相当于用点券车晋级传奇车绳 然后这把的起步位置的话真的可以说是绝佳了 但是太过于想在第一个弯就挤满一个气 所以呢导致双杀太重而锁开了 那飞车就是这样牛老一和牛老五之间呢 只差一个锁开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要尽量弹射出来了 不咬这边那个竹心者有点猛啊 哇这家伙好像是想一干二 连自己的同行都不想翻过 剑齿状呢咱们直接一个BCO远离这些暴力的人 咱们是文明的颜色啊 极业优名的空喷落地喷时长非常的强 所以呢很轻松的就一个操场延续过来 与前面的对手拉近了距离 那此时呢已经可以看到对手的屁股了 然后前面的话是竹心流氓 面对流氓呢就要用流氓的方式来对待他 那就是脱他裤子 然后趁他提裤子不注意啊怎么直接超车 这时候呢只剩前面一个机器人 那在车绳局的话这么强的机器人还是很正常的 不像那个钻石局啊钻石局它是送分的 而这个车绳局的话它是来收割分数的 而这边的话我是习惯用这个进阶直接放一个 一些油脱离飘移 然后加速突弯了 那这样跑的话还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可以在那个跳台那里更好的延续起来 这个氮气啊 好的最终呢是拿下第一啊 1分33不愧是极业游民了 好的我们成功晋级啊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观众点赞一下